历史上真的有纯元皇后吗? 答案肯定是没有的 雍正帝的唯一原配就是乌拉奈拉氏 也就是《甄嬛传》中的遗秀 但跟《甄嬛传》演的不一样的是 在雍正帝的心里 乌拉奈拉氏跟他结婚四十年来始终对夫君恭敬 对公婆孝顺 《中国后妃全传》这本书中说 乌拉奈拉氏十岁就嫁给了十三岁的四阿哥应真 在四阿哥的私底生活了三十年 并且他跟四阿哥应真一起经历了 康熙晚年种种残酷的宫廷斗争 后来四阿哥应真当上了皇帝 他也被册封为皇后 他曾经也给四阿哥生过一个儿子 只不过早早就夭折了 后来他就再也没有生育过 即便没有一而半年 但他依然稳坐皇后之位 雍正帝跟他依然夫妻和睦